刚刚讲的这个台数,台数实际上就是指这一个栏位 如果是这个东西帮我加总,加起来的意思 那销售额也是一样,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这边可能会用到一个函数叫三米弗 所以三米弗它的位置在哪里?在数学与三角 里面的话往下面,因为它S开头 所以大概在比较后面一点,比较下方S开头 会有一个叫三米弗 所以特别是要找到那个数学三角的三米弗 那这个函数呢,按确定之后的话 接下来它会有三个,比刚刚还更复杂,刚刚是range跟crateria 这个地方是多一个sumrange 其实意思差不多,第一个 你要找什么,我们刚才从中间开始找这个 去哪边找,一样去这个前面这边 这个范围,刚刚有同学说,老师我选整栏,其实也可以啦 不过我觉得,有时候比较不精确,我的比较精确是这边范围选起来 然后一样按F4 那sumrange指的是什么呢? 意思是如果它这个条件对的话 那刚刚是加一个 可是下面这个多一个是什么? 帮我加总 sumrange 所以切到前面 把什么? 把台数加起来 这边主要 这个是range 是你要比对的 这个是你要加总的 把这个加总 所以其实你也可以这样看 这两个一组 这个是你要加的 OK 所以我们按确定之后 这边按F4 一按要锁起来 因为如果你没有锁起来的话 等下向下填满也会错误 所以向下填满 那销售额的话也是一样 所以其实你可以 一样再插入那个 刚刚sumrange 那比对的方式的话 就是sumrange range一样切到前面 找这个 找什么东西 找前面这个名称 加总范围 所以跟刚刚不一样 加总范围是销售额 刚刚是台数 记得这边一样 F4 F4 这个两个都要 因为从前要忘记 要锁定 按确定 向下填满 所以你会发现 最后的关键 不过最后还会是用这个 加上什么 千分位符号 常用里面有个 所谓的千分位符号 然后把小数点两位扣掉 为什么要加千分位符号 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用习惯 这样的话就可以签 这边前面的百万 千万 亿 所以这边是两亿 这个东西就卖两亿多了 这边的话是卖一亿多 台数的话你会发现 这边就是 这个 4万多台 一 一直 这样 有千分位符号 看起来会比较清楚 通常 只要资料做完了 通常会 切到常用 里面的那个 千分位符号 然后小数点去掉 这两个 画面先还给各位试一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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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